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书记长徐玉珍拿出特制的王美花烘焙方讽刺 4月电价确定调涨 经济部却制作图卡指称对消费产业调幅细致 更以烘焙方为例表示每月用电700度以下 每天电费仅会增加2元 对此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召开记者会痛批 经济部已经成为诈骗集团 党团书记长洪梦凯表示 现在国际原油价格都已经下降 经济部却以此为借口涨电价 还制作图卡呼嚨人民 洪梦凯要求王美花应该为此向人民道歉 经济部已经不是发展国内经济的火车头 而变成是作图呼嚨的影印机 所以我们真的要问经济部部长 要不要针对这样的一个作图呼嚨人民 来向全国人民道歉 还有更重要的是 现在四次调涨之后 民进党政府2016年到2024年的民进党政府 蔡英文政府已经是史上 电价调涨最高的政府 特别收访选区面包店烘焙方查询的 许一真与罗志强 也奉执王美花又创了一个 无电烘焙的奇迹 520后可以进军烘焙界 民进党执政8年 电价已经调涨了4次 民生用电的账幅累积35% 工业用电的账幅累积45% 导致物家反涨 现在还鬼扯说 这个面包房用电不会超过700度电 是把我们的国民都当作 三岁小孩在骗吗 依照他们现在看到的电价调涨工事 一个月门市费大概是多2500元 工厂一个月要多3000元 这还是在没有跟你算夏季电价 所以真的是烘焙房人心惶惶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无电烘焙王美花 准备进军烘焙市场 依照无电烘焙王美花的这种方式 它基本上每月的电费省这么多 它可以扫平全台湾所有的烘焙房 没有一家活得下来 张家骏则以中油卖天然气 给台电贵两倍为例 批评是向全民卡油 家里曾开过早餐店的徐晓鑫 除了为300万民租屋族发生 也质疑制作图卡 洗脑民众的经济部官员 根本是生活在平行时空 中油卖台电的天然气价格 是给一般用户的两倍 所以这个经济部 左手卖右手 然后向全民卡油 叫全民买单 这样对吗 完全是不合理 所以呢 请民进党政府 不要再用刺骗的手法 来欺骗一般的老百姓 在这里要呼吁 经济部立刻将这一张 说谎脑补平行时空的图卡下架 不要透过假讯息来欺骗国人 不要透过假讯息 对国人进行认知作战 烘焙房已经打脸了 拉面店也涨价了 到底还要多少店家出来打脸 今天经济部才愿意收回成命 收回你们口中的谎言 立法院杨琼因怒批经济部比扯林还扯 干话连篇 至于9月审议委员会会不会又要调涨店价 李彦秀也批评民进党政府错误的人员政策 造成物价上涨 却要国人用爱发电 根本就是薪水小偷 政府告诉我们 10年不会大涨 跳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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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跳票 而且是史上最混乱的调涨政策 所以我要预言 9月份 省议委员会会不会再调涨 请政府告诉我们 现在台电到今年年底 就是负债4000亿 如果能源政策不调整 背后付出的就是要人民用爱发电 牺牲人民的健康 到最后就是民进党所讲的 用这个烘培来发电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政府 真的是要深刻检讨 记者张琪辰台北报道